在带领看到鼎泰新预办混泥土有限公司 去年在从德村设置混泥土预办厂 引发了村民的反弹 而花联县议会专案召集人陈美莲 则是邀集园民处观光处 预办混泥土有限公司和部落族人 共同来召开专案会议 而族人一致反对预办厂在部落设厂 也希望还给大家一处美丽的部落 居住正义 居住安全 杜杰污染 杜杰噪音 从德村一旁的鼎泰新一半混泥有限公司 设置了混泥土一半厂 一半厂行事在村内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品质和安全 从德村一旁的鼎泰新一半混泥有限公司设置了混泥土一半厂 我们受害是指我们居住的安全受到威胁 第二个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的品质受到威胁 这不是只有我们族人 就连我们台湾所有的人经过这里不受到威胁 这样的一个点是在这里 我不晓得我们的相关单位为什么会住它是在这里 各位还记得前不久有全车之鉴吗 有一个工程处在那边东西掉下来 多少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受到影响 这个是全车之鉴 这个是迷你的带在这里 那个连天文局出了威胁 专案会召见的陈美莲 现议员黄欣 李正文 杨华美 为嘉险同时邀请的原民处 观光处共同来争取不如注文权益 12月14号环保局也有针对原刑处的公文 那相关的这个环保的法规意见 那其实这里面他也有回应了很多的一些 针对环保局这里为什么他们的一些意见说明 那在12月16号部落会议就召开了 就是预办厂设置的这个疑虑 那当时是公司没有来 那部落会议的决议就是不希望 而且也完全就是反对他在部落里面设置这个预办厂 赵远先生们表示 虽然预办厂是属于私人用地 但是这重大设厂仪式可以说是关系到村民的生活品质和安全问题 他也会站在村民的立场来为主人们发声解决地方的问题 记得祝你华彩华华道